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车款 一样是KT非常擅长的VH的车款 这一部车是Golf的7代 这一台车跟我们之前常常在安装 或者是气压避震器的车款不太一样 这一款是Golf的1.2 像是Golf 7代的1.2 还有7.5代的1.0 它的后面的悬吊系统是不一样的 后方的悬吊系统是一个拖一臂的系统 所以跟GTI或者是Golf R之类的多连感系统 是不太一样的 那今天的工作除了安装KT的气压避震器之外 车友也选择了KT前面的是小六 小六配上325双片式的一个碟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原厂的1.2 在改装刹车卡前的时候 需要特别改装的一些东西 因为1.2的仰角 1.2的仰角 它跟其他的卡钳本体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1.2需要换刹车的时候 是需要改成1.4的仰角 因为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仰角部分 它的仰角上方的话就直接锁上刹车卡钳 就跟Golf五代六代有一些部分的车款是一样的 所以要改这样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改装多仰塞卡前 所以势必需要把这个仰角呢 换成1.4的仰角 那像中间的轴层部分的话 就直接沿用原厂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一个 两颗螺丝可以锁卡钳的转接座的一个地方 所以需要再多花这一笔1万多块的费用来升级 那这个仰角的话 其实如果有办法找到 太换品就是沙肉品的话 其实不用买新的 但是买中古品的话还是会有一个风险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 它原来1.4的一个是不是有撞车 是不是有变形过 所以还是有风险 因为价差其实不大 那所以会建议大家 在改1.4的仰角的时候 建议买新品 比较不会有遇到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跟问题 那除了改装多塞卡前 需要升级这个仰角之外 那像它原厂的一个盘镜的话 其实也做得比较小 这台是1.2 如果GTI的话就比较大 或者是Golf R的话 这个盘镜是不同的 那这台1.2升的 它的盘镜的话大概只有270左右 它的盘镜大概270 那我们车友的铝圈尺寸是17寸的 所以以17寸来说升级最大的盘镜规格的话 就大概325到330mm 所以我们帮车友配的前面的话是小6的活塞 配上325的双片式的碟盘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避震器好了 先来介绍一下气压的避震器 那这一套的气压避震器 脱一臂的系统 其实它的后方的悬吊系统 像是现在的Focus的四代 Mazda 3的四代 它的后方的话都是类似这样的脱一臂的系统 那这样的脱一臂的系统在改装避震器的时候 它的行路感回馈性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所以像这样的悬吊其实会比GTI的多连感 还要更适合改装气压避震器 因为像这样的悬吊系统 如果制造了厂家 它的弹簧配置的攻心数太高的话 那这一部车的话它的敏感度就很高 那就有可能会不太好做 但是改了气囊之后 它的公斤数可以借由压力的多寡来做改变 所以它的乘坐感觉的话 就能够比较全面性比较多元化 那这个是后方的气囊 那气囊的用意是来 它本来就是一个弹簧加Hairoki 可是因应车友们想要降得很低 或者是说在静态展示的时候 希望它车高能够看面 能够做到很帅 所以一般车友就是喜欢海拉风的话 那这个就都是标配了 所以气压改装避震器的话 它的功能第一个能升高能降低 借由遥控器甚至是手机的APP 就能来做控制 所以它的要高要低的话 可以借由遥控器来控制车高 那这个配上KT的避震器的时候 一样是阻尼 阻尼可以调整 以这部车来说的话 它的车友的旅圈是17寸的 那这部车如果气压降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都后面 后面都几乎是盖到旅圈的程度了 所以它能够最高跟最低的范围 其实相当的宽 那后方的避震器的话 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后方并不是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后方是拖一臂的系统 那这个车友其实也改装好多好多东西 排气管 铝圈 轮胎 还有大包跟内装 其实都已经有做升级 那我们今天先针对气压避震器 还有刹车的部分的话 来跟大家做介绍 在避震器的话 它一样是气压的避震器 一样会有附上座嘛 上座的话是在引擎室打开 这个如果之前有看过我们 Golf车系的影片的话 它的不论从五代六代到现在七代都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试条把它拉开 这个盖子可以掀开之后 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了 那从上部这里 就能有一个旋钮可以来调整阻尼 这一颗是七代的 1.2升的涡轮引擎 现在都几乎已经是涡轮化了 七代的话几乎全面的涡轮化了 如果是7.5代的话 它吸数最小有做到1.0升 是三缸涡轮 全部都是涡轮化了 所以在动力的升级上的话 就相当的好玩 这个就是KT的一个小六的一个活塞 所以这个盘径的话 我们一般325指的就是这个的外径325mm 所以这个的盘径的话 也会比原来的270280的大了两个尺码以上 那这个多活塞卡钱为什么要改活塞 是因为原厂第一个盘径比较小 第二个原厂是单向活塞 那改了对象6活塞之后 它的来龄片的面积会加大 而且它的活塞 整体的 踩起来的线 刹车自动感也会比较线性 所以在改装 像多多塞卡钱之后 它的自动力道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比原厂好很多 但是GOLF车系 以自己经理是一个车主的角色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车系的 不论是避震器也好 还有刹车的自动力道也好 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平 那如果车友需要有一个视觉的提升 或者是自动力的提升 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那像上部的话它有一个 这个是前面的麦花层的悬吊系统 它前面的话一般来说 这部车1.2升1.4升 我们前面所配的糖尿公斤数的话是7公斤 那气囊的话改成气囊的话 这个公斤数的话就跟气囊的一个 冲气的多寡是不同的 气囊的话它就比较全面性了 如果我们把气冲的比较薄的话 它等于是公斤数比较高 但是像这样气压改装避震器呢 有一个特别的重点 第一个像这样球体的选择呢 是攸关到舒适度 第二个这个安装的时候 跟后方拖一臂的系统 经理常常在介绍的一样 它一样会有一个形成中断的一个调整 如果它的作动形成是10公分来说的话 我们把它车高调的太高 它是在作动在上部五分之一处的话 那就也不好做 如果车高调的太低在日常行驶的话 它也许有可能遇到比较大的坑洞 就有可能会触底的状况 那也不对 所以像这样气囊的车高调整呢 我们会建议大概在平时行驶的 设定的车高呢 会落在这个行程的中断区域 是最适合的一个设定 所以气压避震器的话 会不会调整 会不会安装 会不会设定 都是攸关到好不好处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气压避震器的选择呢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听听看车友们 一样开同样车款的口碑 第二个就是 如果店家有实车 能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的话 那是最棒的 那像KT的话 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就有Golf 7代的一个气压的实体安装车 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 所以听听别人的口碑 也许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客观 毕竟A车友他需要的是可以下力保赛车场 B车友他是只是太太要开着车上下班 或者是接送小孩用的 那两者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车友们的心里面想要的感觉 跟询问车友的意见的话 其实怕会有落差 那最棒的方式 最客观的方式就是找实车来试乘 记得KT有Golf的实装的一个气压的车款 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 那觉得试乘之后有满意 再考虑就好了 像这样器材并试器的话 如果要询问价钱的话 也可以在KT Racing的一个粉丝团上面 询问我们小编 那如果有需要预约来试乘的话 都很欢迎了 那讲到用料的部分的话 这个气囊是其他我们配合的厂商制造的 但在统生的部分就是KT的专厂了 在一般像经理帮很多的车友们 处理很多的高档的气压的品牌 那一般来说车友都反映说 为什么KT气压的避震器那么好做 可是它车上一样是Golf的改装气压避震器 为什么会不好做 原因就是在气囊的选择 还有阻尼的调配 在阻尼设计上 它的阻尼跟一般匹配弹簧是不一样的 气囊的话它的下压比较Q软 所以在阻尼设定上的话 它会跟一般的弹簧匹配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样阻尼设定上的话 是KT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专厂 所以在KT的一个气压的避震器上 乘坐感的话会比较全面性的 原因就是因为KT本身就是一个设计 跟制造改装避震器的一个行家 所以我们在匹配弹簧有不同的阻尼 匹配气囊有不同的阻尼 我们做的会比较细腻一点点 如果车友们觉得不认同的话 很欢迎来KT踢馆 因为我们就有实车可以给车友们来试乘 如果车友们有机会的话 很欢迎大家来试乘 那用料的部分 KT所使用的用料 在避震器的主女友 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iPad的主女友 那邮封的话使用的是日本NOK的邮封 像是在这个 最有关到扎车卡前 最重要的邮封 这个就是使用德国的邮封 我们这个用料都非常非常好 那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维修的 日后也许有可能用了3年5年之后 需要保养需要维修的话 KT都有办法做这样的售后服务 好OK 以上是这一台 今天改的很帅的GOLF 7代的1.2 一个安装气压避震器跟刹车卡前的一个介绍 那很欢迎大家来试乘喔 谢谢 拜拜